Hello N730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Sean 沈宗彦 我來自馬來西亞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TVB的節目 一直以來我都很想有個機會可以踏上TVB的舞台 也是我外婆對我的一個期望 他就跟我說 以後會否踏上TVB的舞台唱歌 因為以前過年的時候 新年的時候 年初一我記得在電視機前看TVB的綜藝節目 例如唱歌跳舞 當時我是不知道什麼叫唱歌 我只知道音樂很好聽 所以我就跟著一起唱 為什麼我會決定在香港發展呢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廣東歌 我不知道其他人 因為在馬來西亞唱廣東歌的人很少 全部都是唱英文 國語歌 會比較多 都有唱廣東歌的 如果是專注在唱廣東歌的人 如果是專注在唱廣東歌的人 唱廣東歌的人 歌手真的很少 所以我想做小眾的一個部分 首先我必須要來到香港學習一下 說好廣東歌 唱好廣東歌 唱好廣東歌 就是這樣 所以希望之後我可以依錦萬鄉 可以將香港廣東話的文化 文字 真的很博學精深 真的很難去理解 但又很漂亮 所以我就想可以自己作曲 找到一位大師可以幫我作詞 是我的一個很大的心意 其實為什麼很多馬來西亞歌手都會去外國發展 例如梁正宇、曹格、光良 全部都去台灣不同的地方發展 因為馬來西亞可能太大 很多本地的歌手都很難遭遇 你回來就不同一點 你有出外國 你有不同的作品 你回來馬來西亞就比較有價值 有價值 在馬來西亞我覺得你做DJ 比我做歌手更窮 每天都聽你的節目 歌手不是每天都聽得到 慢慢慢慢你沒有曝光率 那就很多人都會忘記你的 所以每一次的比賽 他們都給了很多信心 即是未比賽 出了一些新聞 他們都會說 我喜歡你下一首唱這首歌 你要加油 什麼什麼 網友來的 即是全部都會PM你 跟你說 你要加油 我看好你 那個時候 就覺得 竟然一個跟你都不認識的人 你都會來 無緣無故來PM你 跟你說加油 雖然香港人很忙 但是他們很溫 很關心人 我在馬來西亞唱二十幾年 都沒有人訊息我 叫我加油 也沒有粉絲 可能喜歡自己的粉絲 都是顧客 他們可能會知道 我可能在這個地方唱星期幾 在這個地方唱星期幾 他們就會去看 但那些是幾多人 你聽到那些 不會幾多人 都是幾個 都是幾個 香港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因為他們看得出你的努力 和他們珍惜你 TVB的公路是最大的 因為中年號聲音 要讓更多人認識 在吉隆坡唱歌 我在吉隆坡唱歌 唱了二十幾年 其實已經唱到麻木 唱到眉失了自己 我想找回我的初心 為什麼我當初喜歡唱歌 為了什麼唱歌 因為這二十幾年 都是為了工作而唱 就是為了錢而唱 你不會很用心去唱歌 變成一個人欲點唱歌 我覺得我自己 你在拍攝唱歌 顧客喜歡聽什麼 你就唱 但那些未必是你喜歡唱歌 其實這二十幾年 所以我覺得我未真正了解我自己的發聲 還有我有沒有留意到 你手上有一個文身是音樂符號 有沒有什麼特別呢 你這個符號是 沒有什麼意義的 純粹就是知道我是一個喜歡唱歌的人 你什麼時候去紋 這個紋身 很久了 很久了 就是董事 就是董事之前 然後就已經說 提醒自己我喜歡音樂 是 就是 一直提醒自己很喜歡音樂 音樂 音樂就是我的第一生命 你有沒有想過在香港這個 叫歌手 有沒有設定一個期限給自己 就是 可能我給自己三年五年在這裡追過夢 然後不行就走 有 我給我自己五年時間 五年時間發展 因為 我都四十一 我不可以再浪費我時間 這五年我就會很努力去拼搏 希望可以 達標 就是我的音樂路 可以在香港有一個很好的發展 我覺得做歌手就是要看你的命運 可能有些人 努力了成世 都未必可以踏上一個大舞台 有些人可能天生做一個很漂亮的星 不需要什麼努力 就可以站上一個大舞台 甚至乎參加一個比賽就可以做了大歌星 每一個人的命運都不同 我很相信 上天安排我走每一步 都是要我 慢慢體驗自己的一個經歷